1 2 3 開始 喔 這一次比賽很特別喔 這次比賽是動態起跑 他是動態起跑 那你看我是排在第二個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個月啊 取三個 圈數前三的 那三個月就有九個嘛 對不對 所以這次比賽就有九個人 然後這九個人怎麼排第一場比賽的順序呢 就按照你那時候每個月前三的那個秒數 因為阿凱秒數是最快的嘛 我是第二 Jimmy是第三的 所以我們就排在1 2 3 好 這時候我再示範一次 你看我現在從二號位起跑 欸這個是動態起跑 這要學喔 動態起跑跟靜態起跑不太一樣 動態起跑有訣竅的喔 OK 但是如果你有認真看啦 你應該就知道我為什麼 從第二位起跑都有辦法搶得先機 你好好認真看 你有沒有看到我在幹嘛 好 起跑了 你看起跑了 因為後面突出來起跑了 好 你看 喔 有沒有 一習近一號碗 是不是 是吧 就領先啦 然後面兩個在纏鬥嘛 對不對 那你看後面兩個在纏鬥 我們就會有空間 那你看我們就會拉出一段空間 我們就跑掉了 好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 那因為接下來我就主跑結束啦 好 我就講一下這個路線 你看這路線開起來是不是很順 我也覺得很順 我也覺得很順 我當初看這個影片的時候啊 我還想說 欸 檢視是不是有快轉 我想說它是不是有快轉 我想說怎麼開起來這麼順這麼快 我都很喜歡我自己耶 這賽道真的蠻好玩的啦 好 你看現在開始正式第一圈開始 然後我好好的解說 那一樣這個就是全油門直線 真的不要這樣 那一號碗是不用剎車的 全油門進去就對了 那全油門的時候它有一個特點 全油門特別要小心你的方向盤 就是你的方向盤不能打過多 你要有點就是很溫柔的去推那個方向盤 那因為在卡丁車上啊 你推那個方向盤啊 那個方向盤回饋給你手的那個力道很重要 就是你在推的時候 如果那個方向盤是緊緊 重重的代表它是有抓地力的 但是如果你會發現 如果你突然打一下打太陽 你會發現方向盤突然變得 哎呦很輕 這時候就沒有抓地力了 所以你的手常常去感覺那個方向盤 回饋給你的力道 所以在全油門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方向盤 你的方向盤要打到就是 剛好最有抓地力的時候 那一點點的時候 懂嗎 這就是一號彎的訣竅 我是不是講太仔細了 因為我這樣一號彎講完 已經一圈了 好 沒關係 我就盡量講 好你就盡量聽 剛剛是一號彎嘛 你就已經知道打一點點 然後靠那個手感去 學得那個回饋 好 接下來這個叫進三號彎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進三號彎的時候啊 那個速度一定要帶進去 你不可以在直線煞車的時候 然後然後再把車頭轉進去 就像Jimmy很懂開 那裡面影片他也有講 他是把車子啊 帶進去以後才開始煞車 也就是車子要 很像就是他車子 像正常我們會覺得 我們是車子在直線煞車 然後稍微鬆煞車 然後再轉彎 其實 對這種Rental來講 或是速度比較慢來講 其實這個是 沒有那麼快 正確比較來講 應該是 你在直線的時候 不要在直線就把車子煞下來 應該是 車子對進去已經對到彎星 你已經在直向彎星的時候 這時候再來煞 那因為這Rental很慢嘛 你煞車煞得好 他只要煞一點點就好 所以你看他的彎速 你就可以帶得很快 不相信你在看 你看我現在的那個3號彎 一定帶得很漂亮 你看這個畫面 是不是只有順暢而已 你看是不是帶進去 是不是極度順暢 然後就跑出去了 好 這剛剛可能有人撞出去 所以那個地上有一點點吵 好 所以你看喔 在跑這種賽道的時候 記得 你只要想要獲得最大的彎速 你一定要是外 內外 像這個招牌外 外 內 外 不要怕 這外面都草皮 就算出去也出去草而已 再來一次 第二次的法甲 外 內 有沒有 外 不要怕 旁邊輪胎牆而已 也沒什麼 對不對 是吧 貼上去 把輪胎牆當成你的朋友 好 開玩笑的 其實輪胎牆很硬 撞下去會受傷 但是 你是車手嘛 你就要敢挑戰極限 知道嗎 好 那繼續我們再講 現在過龍門架 直線 老實說 方向盤 推一點點感受的方向盤的回饋 有沒有 好 走好 走到燒彎 有沒有 帶進去再煞車 開始帶進去再煞車 有沒有 拋出去 是不是 是不是很美麗 有沒有 然後進這裡 要進來 又 歐美加 左 是吧 哇 拋出去有沒有 好 這時候 這種入園池騎一下沒關係啦 因為你速度已經上來 直接飛過去 總比你繞過去好嗎 對不對 外 內 外 有沒有 好 要敢把速度把它放進去 好 敢把速度把它放進去 像這種髮夾彎 記得 他真的還是要在直線殺 稍微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 他的那個路口比較小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比賽下去 我們一定要先走賽道 是因為 他每一個彎 他的結構不太一樣 像三號彎 他的那個 路比較寬 所以你在帶進去的時候 他有很大的緩衝空間 又或是有很好的目視目標 或是有很良好的安全感 所以你就可以把車子 帶進去的時候再煞車 有沒有 是不是 他是不是 你就感覺旁邊很快 但是 等一下 如果你在招牌彎的時候 你想把它帶進去煞車 他的彎又比較死的時候 又沒有那麼多緩衝 或是 他無線繞得又沒那麼大的時候 還是要再直接煞車 所以這個啊 如果你想知道怎麼判斷 你可以自己多試一下 你也可以試著帶著速度一點點進去 你會發現 因為他那個比較窄 有沒有 你看他現在這裡比較寬 有沒有 然後煞車完以後進去出來 他那個好像稍微比較窄一點點 你比較沒有辦法 去做這樣的操作 所以開法都是試驗出來 就慢慢試 你覺得怎麼樣開比較快 或是怎麼樣開比較好 其實你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你下去做一下比將 OK 好 那再來再講一些地方 現在要過龍門駕 1號完 啊 重現了 我已經第一名了 不好意思 結束了 我本來想再好好講 沒關係 還有第二場 第二場 就到序發車 因為我這一場我是第一名 對不對 那第二場 我就是最後一位騎跑 OK 所以他是一個很公平的賽制 我覺得 因為 你看嘛 我78.3公斤 我都敢下去跑 我都Over 我都敢下去跑了 你看這個比賽公不公平 正常跑這個Rental怕就是怕 欸 因為有人體重比較輕 對吧 那你會追不到 因為馬力重量比的關係嘛 是吧 但是這個比賽非常的公平 OK 而且最後還倒序起跑 我現在第一位 我等一下就最後一位 然後兩回合的名次成績 算總積分 可以吧 所以這就非常公平嘛 對吧 好 那現在就進去啦 好 那記得進去屁的 要稍微舉一下手 因為你坐在車子 你稍微比較低 你稍微舉一下手 乖乖的進去 然後排好 對 這也是一個重點 然後停好以後 不要急得起來 等一下 因為旁邊搞不好 會有車這樣衝過去 所以你直接起來 你戴的安全帽 你石腳很多 你可能會被撞到 或是人家會沒看到你 之類的 所以等到 大家覺得安全 說可以起來的時候 你再起來 OK 所以這在PIT裡面要有 安全的觀念 OK 各位車友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盡量回覆你們 可以嗎 掰掰